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7日,7月14日,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乐眼看世界》的Valx节目。 根据这个最新的消息,路透社爆出美国的这些投资者试图拥有TikTok Global,就是新命名的TikTok在美国独立出来的公司的大部分的股份。 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周三晚上的时候,这个美国财政部呢,修改了最开始的这个计划,就是字节跳动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个新的抖音公司的这个股份。 修改成了就是因为国家安全考虑,所以呢,应该让美国的这些投资者占有绝大部分股份。 而且呢,这个新的公司的这个CEO应该是一个美国人,然后到现在为止呢,这个甲骨文已经同意了占有20%的这个新公司的股份。 而且呢,也说这个沃尔玛也是准备就是占有一部分股份。 而这个财政部给出的修改方案,让这个美国公司占有绝大部分这个新公司股份呢,据说已经被中国的这个字节跳动所接受了。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再看另外一个新闻啊,布隆伯格也是今天刚刚给出来的消息,就是甲骨文还有字节跳动已经接受了这个美国财政部给出的最新的关于这个TikTok的这个交易的建议。 这个布隆伯格并没有说非常详细,但是他已经这个明确确定就是甲骨文呢,还有字节跳动已经把这个财政部的最新的方案接受了。 这个最新方案呢,根据路透社其实就是由之前这个字节跳动,中国公司控股变成美国公司控股。 所以啊,可以说是这个,基本上还是字节跳动在这个美国政府压力下呢,还是妥协了一些。 那么接下来如何发展,我会进一步给大家关注。 非常感谢收看,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您支持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支影片再见。